好多人都知道 業績期是掘金的好時機 就好像英偉達公布2023年 頭一季業績之後 一夜爆升兩乘四 META亦都已經連續三次 在業績出爐之後急升 到底怎樣才可以把握這些機會 記住兩個口訣 同牛牛四個功能 就可以輕鬆做到 大家好 歡迎收看牛牛操作秘笈 我是Iris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利用牛牛四個 貼正功能 趁著業績期 炒預期 炒前景 把握投資良機 個個都說業績可以看穿 一間公司的經營情況 但是不是公司財務部表 有齊三個多 即是收入多 利潤多 現金多 這些利好指標就等於業績好 然後股價就步步高升 千萬不要這樣想 以Tesla為例 第二季收入雖然創新高 大升47.2% 但業績公佈之後 股價仍然暴跌9.74% 原因就是在於 營業利潤升幅 只有接近一成 低過市場預期 所以所謂業績表現好 說的就是業績高過市場預期 才會推動股價走高 為何用富途牛偶知道市場預期 只要在業績公佈之前 打開個股報價頁面 Click下去財務 再去財務預測 就可以見到各個貴度的 每股收益 總收入 色稅前利潤 橙色線代表的是市場預測值 藍色線就是業績公佈之後的實際數值 藍色線高過橙色線 即是業績好過市場預期 股價有可能會升 相反就即是差過市場預期 就有可能會跌 所以除了了解市場預期 還要第一時間掌握公司業績才行 那就要去到財務日曆 訂閱深水公司的業績 只要Click入市場 再Click業績 就可以看到這季所有公司的業績發佈日 找回深水公司 再Click加入日曆符號 業績一出就會收到提醒 即時知道業績的實際數字 方便你去判斷有沒有高過預期 除了用上季業績對比市場預期 來推算股價升跌 其實公司的未來 同樣對股價有影響 在業績發佈會 公司高層 通常還會對公司的前景作出指引 如果高層認為公司的淺濤一片光明 那股價就有可能進一步大升 相反高層下調業績指引的話 股價可以出現下跌 所以訂閱業績之後 記得看業績會直播 快點知道公司前景指引 就可以早點在美的價位落盤 但很多公司都喜歡在交易時段前或後公佈業績 如果等到開市 很多時利好消息已經消化 股價亦都已經抬高了 錯過最佳的入市良機 所以消息一出就發人一步 即時入市很重要 普通牛牛有美股5成24小時落盤功能 就算業績會直播期間 不是交易時段都可以買賣 只要打開個股部的頁面 按交易 根據時間選擇盤中盤前盤後 或者只是夜盤就可以即時入市 搶領價位賺得更多 今天可惜這兩大口訣四大功能 之後每個業績期就可以盤換賺換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